發和尚練到銅皮鐵骨 全靠來城市打骨 吾巧二時 疫情期間 政府不讓按摩院做生意 那一種發和尚怎麼辦 不怕 由於本店以將店務形式更改為物理治療中心 因此可以在抗疫期間重新營業 我們收到讀者投訴 不知是按摩店還是物理治療中心的店 物理治療中心在旺角山東街的地下 Channel C帶大家去看看 整間店的裝修都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頸部的位置 他們的防疫措施也做到好足 每個黑人去到都要做個快速檢測 還有霧化消毒噴噴槍幫你全身消毒 登記完之後 Channel C就被職員帶去治療室 見這個物理治療師 這裏 頸部 後頭 那裏 是 等了 對 對 暫時等不到 暫時等不到 痛嗎 這樣等不到 沒有魚 沒有魚 沒有啦散散 對啦散散 嘗嘗嘗 它是以前第一遞手的 有多高 最高呢 怎樣 這樣 最高了 頂住了 好 放心 我來動 你別動 你別動 沒有力噴 OK 放鬆 做完初步評估之後 物理治療師就帶我們出去 途中見到有客人按腳 很近 在上面 有些鬼秘 好秘嗎 其實 可能要吃些紙都沒有 很鬼秘 去到另一個單位 最初藍衫的物理治療師 已經沒有再出現過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按摩衣衣 師傅先生 哈囉 又做70分鐘的衣服 這個位置要小心一點 是 因為這裡斷了 哦 我不是斷了 斷了就很快 小心一點 我在那裡睡 睡不到 你睡不到嗎 睡不到 手舉不到 說什麼 即是我可以這樣嗎 即是 捱住 可以的 你先試一下好嗎 我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原來這位依依以前是做正骨按摩的 我去年就是跟政府那些按摩 現在報了那個停了在那裡 停了在那裡 停了在那裡 是讀那些 鼻痛那些 譬如廣球爪 打工手 那些 那你們不熟 麥理治療師 麥理治療師 我們不熟的 你要拿牌的 即是你們還是 其實我們 是普通的按摩師 跟他聊天的時候 亦都導出了按摩業背後的辛酸 我們 清零 真的 那屎嗎 你死鬼了 沒人理你 真的 我們最平民的 我們這些子貝人士 今個疫情兩年 補什麼 政府給你一萬元 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都不夠位 他要你有強積金嗎 你們沒有 沒有 自貝人士 有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什麼都沒得到 又不讓你們做事 是啊 現在 埋了兩年 沒有收入 你們要出來做事 不理得那麼多 我們現在是求生活 你會發覺也沒辦法 不發官求情 分期付款 是嗎 我們想到最開心的那一面 人就是要這樣過日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我自己都有親戚 中了招 嗯 那些老人家沒有出街 在老人院 都中招 沒有了期 打算去年 打完兩支針 以為沒事 現在打完三支針也有事 最後完成了這個七十分鐘月位之後 落地鋪 找了數 整個療程就完成了 完成今天的收據 看回他們自己的宣傳片 都是寫按摩店的 影片介紹的 全部都是按摩 沒有說任何物理治療的吧 那這間 還算不算是物理治療中心嗎 如果是一個物理治療的診所 或者中心 其實它是需要有一個商業登記 定名它的服務性質 是提供物理治療的 那所以在這方面 就是和按摩院的服務性質 又不同 第二 就是在這個物理治療中心 或者診所裏面 需要有一個註冊的物理治療師 這個物理治療師 是需要有這個 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授予的註冊證明書 而這個註冊證明書 需要在那個診所 或者中心裏面的顯眼處 展示出來的 如果只是在一個 按摩院裏面 有一個物理治療師在 但其實你又無從去證實 他的身份的話 那這個就有很大的問題在這裏了 所以他說 絕大部分的店舖 都會寫明 是物理治療中心 或者診所 讓市民分辨到 而且看物理治療 不是隨便走進去就可以 正常我們現在 大多數情況下 都是需要醫生的轉介書 他有一個診斷 例如說是頸椎病 或者說肩膀有什麼問題 病人就拿去物理治療中心 物理治療師 根據那個診斷 他就會再做自己的檢查 我們這間鋪裡 疑似有人在做腳底按摩 那麼腳底按摩 又是不是物理治療呢 我們就不會專門叫做腳底按摩 而是我們 譬如說 我們看到他的腳 即是 那個部分 是需要用按摩的方法 去幫他做治療的話 那我們會做按摩 但我們就不像按摩師 做那些的腳底按摩 Oh no 那Channel C 幫襯那個 有70分鐘 好 月位這個概念 是中醫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是中醫師 我們基本上 是不應該用月位這個概念 去幫病人診斷和醫治 因為這個可能有機會 觸犯了中醫條例 因為我們不是中醫師 曾志聰亦提醒 做完療程之後 治療師會檢查病人的反應 和看看有沒有出問題 不會像我們一樣 給了錢就走 而且去正規的物理治療中心 如果不幸出了什麼事 病人都可以向物理治療師 管理委員會投訴 所以大家光顧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 大家對這條片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訂閱我們 快20萬 下星期二 再和大家踢爆其他東西